我说你说了这么多 你听听一丁点了吗 你说那么多干嘛呀 他非要用我东西 我说的怎么了 他不就用了你一点水乳吗 我跟你说这么多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懂事 你要向着他不向着我 你跟他在一起去吧 我们换个地方把误会说清楚吧 女生能说一下自己为什么生气吗 还不是因为他 自己老婆不好好丑 非得对一个外人那么好 我对他妹妹已经够好了 他都不再领一点情的 什么叫外人啊 那是我亲妹妹 再说用你水乳这点小事 你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吗 那他用我化妆品呢 口红面膜呢 你别说你不知道 你要是不能好好管管 我替你管 他过年来咱俩家 待两天怎么了 我爸我妈那不是住不下了吗 你至于跟小孩子这么计较吗 他是小孩子吗 他都十八了 自己心里没有点数毛 反正我对他已经人之意尽了 他爱去谁家住 去谁家住 别住我家 大过年那人他去哪啊 他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我 你还让我赶他走 你怎么想的 他不走是吧 那我走 看见你那谁跟你过 那你就走 你 我妹妹三十来的时候 你又没给他一点好脸子 我为了让你过的时候 给你买新包 给你买新衣服 可你压根一点面都不给我 用一点口红擦着 面膜怎么了 再说你那点呼呼瓶 哪个不是我买的呀 你不是不要一呆了吗 白呆你就走 厉害你可想好了 我要是走了 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你本应该做好我的闲内住 可你看看你对我的家 是什么态度啊 你一副事不管起 高挂挂起的样子 你知道你这么说 他心里有多难过吗 不是 他过年来家里 帮一点忙了吗 你不会有过吗 过年不就是一年里 应该放松的日子吗 你让他休息休息怎么了 再说家里的活 哪个不是我妈干的 你干什么了 我怎么没干呢 那洗碗做饭都是我干的 洗碗有洗碗机 你碰过一字水了吗 家里的活你哪一个干过 你怎么好意思说这话呢 我不管 反正我和他 你必须选一个 我选他 至少他是我的家人 我觉得作为情侣双方 都应该尊重对方的家人吧 男生我觉得 你可以去最近 很好的爱聊APP 上面可以匹配 同城男女朋友 不用加好友 也能聊天特别高校 想脱单的 都可以点左下角试试 要不你再单独跟女生 沟通一下呢 我不想再跟他多听话 一句 觉得你做错了什么 我做错什么了 我不太惯着你了 我们俩接这些问题 我已经不想再去想了 该努力的也努力过了 很可惜你还是你 就因为我说你妹妹几句 至于吗 有必要这样吗 咱俩已经不可能了 结束了 我的爱滴滴点点 远远全全相关了线 你曾经信心 年年期时等的